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现在又是活祭节目的时间呢 非常高兴又能够跟你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 那今天我们讨论一个非常丰富而又具有挑战性的题目 这就是神的丰盛 在上次节目时间里头 我给你提到了根据圣经的启示有关神的特性的其中一点 那就是神的丰盛 神不是贫穷的 祂更不是吝啬的 也不是有所限制的 祂是一位丰盛的神 祂的恩典丰盛 祂的慈爱丰盛 祂的供应丰盛 如果我们要向我们周围的人见证我们的这位神 我们就必须要学会准确的去见证祂是一位丰盛的神 上次节目时间 我就谈到了几个基本的事实啊 第一 神的丰盛只能够从启示当中才能够知道明白 那不过 我们首先要看见自己内心的需要 然后才能够接受有关神的丰盛的启示 第二 这些启示是借着圣灵透过神的话语而得来的 无论人的头脑有多么的聪明 也不能够得到的 最后 我跟你讲过 神赐丰盛的恩典 目的是为了神的荣耀 有关神应许以色列人复兴和兴盛的经文 神透过耶利米先知 在耶利米书的三十三章第九节 他们说 这城要在地上万国人面前 使我得颂赞 得荣耀 名为可喜可乐之城 万国人因听见我向这城所赐的福乐 所施的恩惠平安 就惧怕占尽 那因此 你知道了 神的丰盛临到他的百姓 会在万国的人面前 使神得到当得的荣耀啊 他们觉得惊讶 他们会欢呼 甚至为神的作为而产生恐惧战惊的心 那么今天我要跟你解释丰盛的实在意义 明白这个词的准确的意思是非常重要的 那 跟这个词有关系的字句是很多的 但是它们并不是同一个意思的 我想给你一连串的字 然后我们再来讨论一下 看哪一个意思更加贴切一些 更加符合我们来理解或者说解释丰盛这个词吧 我所想到的字既是互相关联同时又是截然不同的 那 它们就是宝物和财富 兴盛和富裕 丰足和充裕 丰盛和充实 那现在让我们顺着次序来一个一个的思想 那首先 宝物和财富 这两个词显示拥有大量的物质财宝 那表示一个人呢 拥有很多很多的金钱 财产和一些贵重的东西 另外一些词呢 比如兴盛和富裕 那并不一定显示出拥有什么物质东西了 我想到这些词的中心意思就是成功 在约翰三书的第二节 曾经出现过这个词 那你听我跟你读出约翰三书的第二节 圣经这样说 亲爱的弟兄啊 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 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你看呢 达到兴盛的地步 就是成功的完成了你心目当中所想的达到的那个地步 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啊 在罗马书的第一章 保罗告诉罗马的基督徒 他正在祈求神给他们一个顺利 有收获的一个旅程 按照神的心意到达罗马去会见他们 又在《使徒行传》的二十七二十八章里头 我们读到保罗那次的旅程啊 那现在我们来看看那次的旅程是怎么样兴盛的 他不是用豪华的方式去旅游的 他是一个被捆绑被压界的犯人 也可以说是一个囚犯吧 在旅途上 他们遇到了大风 一连两个星期没有停过 那结果漂流到了一个海岛上 跟着保罗在岛上 使柴火 生火 有一条毒蛇爬到他手上咬他一口 但是神的大能保守他 免受伤害 那又跟着 神的灵在岛上厉害的动工 使很多人呢都顺服了神 最后保罗到达了罗马 他的旅程成功了 因为他完成了神的旨意 因此 当你想到了兴盛这个字句的时候 你千万别想到什么物质的拥有啊 而应该想到你被拆排出去做的事 得到了成功了 那跟着我们特别注意 丰盛 充裕 这些词句 他们又 又是不一定指着拥有大量的金钱和物质的 丰盛 那意思就是指你已经获得了你基本上的需要了 还有剩余的力量分给别人 丰盛 常常都是指到你和别人都可以享有某些东西了 那让我再给你一个很简单的日常生活的例子 比如说 一个女人上市场去买东西了 她需要买20块钱的东西 但是 她现在只有15块钱呢 这样看来 她现在是有所欠缺了 但是 如果她到市场去要买20块钱的东西 而她就是有20块钱在手上的话 那么她需用的 已经是足够了 对不对 那 又如果她有了25块钱 而她现在只需要买20块钱的东西 她买到一切需要的东西之后 还剩下了5块钱 那虽然 那不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但是 这就是丰盛了 现在 为了更加清楚的明白这些字 让我们看看 它的相反词吧 了解一些字的意思 其中一个方法就是找出他们的相反词 我们所考虑过的字 有宝物 财富 兴盛 富裕 充裕 丰盛 和充实 他们的相反词大概是 贫乏 缺欠 和失败等等 那 我们一直在谈论有关丰盛的意义 我们讲的丰盛 它不一定是拥有大人的金钱 或者是一些物质 或者是房地产 但是 却是跟贫乏 缺欠 失败等等 这些意思相反的 我想举一个耶稣自己 作为解释丰盛的意义 我相信 耶稣在地上的侍奉生活 能够彰显丰盛的意思的 很明显啊 他手上没有大批的现金 或者说物质上的财富 但是 他是绝对丰盛的 他没有枕头的地方 但是 他仍然是绝对丰盛的 他没有枕头的地方 他要依赖别人工给他住树 但是 他从来没有缺乏过呀 在这样的生活里头 他可以用五饼二鱼 喂饱了一千个男人 还有妇女和孩子 不计其数啊 耶稣并不贫穷啊 可以这么说吧 任何一个人 他可以那样做的话 他都不是贫穷的 另外有一次 关于他纳税的问题了 他没有叫彼得 到钱庄去取钱 反而他叫彼得 到加利利海边去打鱼 他说 放下你的鱼钩 不要用鱼饵 光是把鱼钩放下海里 钓上第一条鱼 打开他的口 你就会找到 纳税用的钱了 你看他 这虽然不是纳税的 常规的方法呀 但是他并不是缺乏的 他有了足够的钱 去交税了 是不是啊 你明白了吧 这就是丰盛啊 并不一定像常理的 一般人认为的富有啊 但是这样就已经是丰盛了 而耶稣明显的 他是充足的 还可以分给他的门徒 当他拆拍他们出去的时候 他就说了 你们白白的得来 也要白白的送出去 他并不是拆他们出去 取些什么回来 他拆拍他们出去 去施鱼的 那就是丰富的精华了 丰盛的最终表现 就是向别人的施鱼 然后过了不久 正在耶稣传道的尾声的时候 也就是在路加福音的二十二章三十五节里面 他强调送门徒出外的目的就是要施鱼 不是要得到什么 那以下就是圣经的记载 圣经这样说 耶稣又对他们说 我拆你们出去的时候 没有钱囊 没有口袋 没有鞋 你们缺少什么没有 他们说 没有 你看那 那就是丰盛了 他们没有更多的装备 他们没有多余的衣服 他们没有带钱袋 但是他们没有缺乏任何的东西啊 他们还可以带着耶稣所吩咐给他们的 去吩咐给别人 你可以是丰盛的 而并不是按照这个世界人的标准啊 我并不是告诉你 或者是叫你怎么样去致富 我的主题是神的丰富 而神的丰富所表达的方式 有时候是我们一般人呢 根本想都想不到的 单单想想耶稣在旷野 又没有大量的资源 就是可以一次的喂饱了几千人啊 那并不是富有啊 但是就更加使人兴奋啊 那是丰盛啊 耶稣从来没有缺乏过的 任何时候和他的门徒有需要的时候 他们都首先放下自己的权利 他们首先是照顾到别人的需要 照顾到周围的人群的需要 你看吧 这就是丰盛啊 神的丰盛 跟人所认为那种富裕啦 财产啦 拥有大量的物质啊 是完全两样的 我们知道 神的丰盛 不单单是让我们在物质上 没有缺乏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啊 有一个丰盛生命的人 他是比那些拥有大量的财富 大量的物质 更加丰富的 更加丰盛的 因为来自神的丰盛 那是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的 包括了我们心灵当中的需要 你知道吗 这个世界上有不少大财主 大资本家 他们拥有很多的钱财 但是他们心灵却是非常的空虚的 他们缺少的就是神的丰盛 好了 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 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再见 愿神赐福给你 请不吝点赞福给你